PS港幅7月份的二档会员游戏 现在已经入库了 可以下载了 另外即将出库的游戏也出来了 后面讲一下 咱们先看入库的 有两个大作 第一个一季二 这是去年发布的游戏 我之前买过 这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 但是又有点动作冒险和魂游戏的味道 它不仅有中文字幕 还有中文语音 这游戏重点在多人联机组队 线上多人联机对战 是需要PS一档会员的 另外我们在国内玩这种多人联机游戏 是需要用加速盒子的 我用的是这款 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版 因为PS5、Xbox、Switch 它们的联网游戏都是国际服的 加速盒子相当于帮我们建立了一条 专门用来玩游戏的通道 我用的是迅游加速盒旗舰版 目前还有优惠活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 第二款游戏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重聚 这是一个老游戏做的一个高清重置 而且在操作方面也做了优化 用的是全新的3D模型 所以说看上去像比较新的游戏 而且还有全程语音 语音有日语和英语 字幕有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画面是相当不错的 好第三款极限巅峰 这是玉碧的游戏 滑雪的游戏 有滑雪 单板滑雪 飞鼠装滑翔 滑翔伞 我之前在PC上玩过这个游戏 这也是个老游戏了 不过现在送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 喜欢的同学可以感受一下凉爽的滑雪吧 下一款英雄不在3 这是一个动作游戏 画面是这样的 这是创诗迹 这是僵尸题材的动作游戏 这游戏叫开拓者 战略角色扮演游戏 这游戏也叫英雄不在 从画面上看这是个老游戏了 2019年的 这叫工作模拟器 这是支持PSVR的 但是需要三档会员 这也是一个三档游戏 是今天7月16号新出的 画面是这样的 也是老游戏 这是锐奇与叮当 也是三档会员游戏 也是今天新出的 也是老游戏 三档会员这些都是经典游戏 这是最后一个 PSR的老游戏 虽然这次只入库了11款游戏 二档游戏数量不多 但是光是这款1G2 还有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重聚 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你们觉得呢 好下面看一下即将出库的游戏 NBA 2K24要出库了 但是并没有写出库的时间 还有极品飞车22不击 评分好低 只有2.99分 15000人打分 打了这么点分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的 虽然不喜欢 但是它也是极品飞车的正统续作 估计23块来了吧 没玩的 抓紧时间玩 还有这个游戏 我都没下载过 还有这个游戏也要出库了 这也没下载 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最后还剩两个 其实是一个游戏只不过是语言不同 是史克威尔的RPG游戏 以上就是7月份的 23打会员入库游戏和即将出库游戏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